那笑是做人的大根大本 那佛法是私道 私道建立在笑道的基础上 你看我们尽忠 修修 一句的敬业三福 第一句话 效仰父母 第二句奉仕师长 我们对佛菩萨尊敬 可是佛菩萨教过 你要把尊敬父母 摆在第一 不教父母 你说我信佛菩萨 敬佛菩萨 那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那佛法讲智慧 叫你尽量少用感情 感情会造异 五常模糊是信用 人与人之间一定要讲信用 决定不能欺骗人 这是中国自古自古以来做人 基本的道德观念 你一生能够做到 你来生不是人生的 那现在拉这个标准 你去找 有几个人能做到 这是基本 再发扬光大 他才有孝提中心 这十二个字是道德 违背了 违背了能力道 灾难就来了 佛经上告诉我们 现在人认为的自然灾 水灾 火灾 风灾 地震 瘟疫 从哪里来 佛给我们讲 贪嗔痴慢疑 悟尽 从哪里来 所以 佛把这些称为根本烦恼 那我们现在 舍下没有了 现在都是失误 失误造作 要没有限度的话 大灾到难去心间 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 可能现在很多同学都知道 日本的科学家 预测 最近 日本会有一个大地震 八级以上 他们用科学的方法 撤出来 地震的阴俗 佛在经上讲 不平 人不平 就生怨恨 感应 这种感应 佛在经上 佛在经上说的很多 都是业力感召的 化解 灾难的方法 断无修善 我们真正能够 尊到祖宗的教会 佛菩萨教导 我们祖宗教 要学习 能力 能力是人与人的关系 那是道 父子的关系 夫妇的关系 君臣的关系 兄弟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 这个关系里得有亲 有亲爱 有活目 有互足 互足 那五人社会 就是 天下一家了 一家人了 中国自古以来 所谓四海之内 接朋友 从前讲的四海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全国 扩展到外面 全世界 弟子贵上讲的 凡是人皆去爱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量 灾难就没有了 所以化结灾难 第一个因素 没有别的 就是爱 佛法教的慈悲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能救苦救难 没有别的 就是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 用现代话 无条件的热爱 爱人就不会害人了 爱人 你会帮助人 你会成全人 去日本 江本波斯 十几年来做事业 做水事业 他得到一个 终结的答案 这个宇宙 整个宇宙 可能 核心 就是一概 这十几年的实验 爱跟感谢 感恩 水 形献出的捷径 最美的 他把这些想法告诉我 我告诉他 你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确确实实如此 我们中国 在几千年前 老祖宗 给我们讲的五伦 五伦第一 父子有亲 这亲爱 中国极千年 道德教育的核心 就是用这 是中国人的教育 叫什么 叫你相亲相爱 父子这个亲爱 是天心 教育的第一个目标 这个亲爱 如何能保持一生 都不会变更 这是教育的第一个目标 教育第二个目标 是要把这个爱 发扬光大 爱兄弟 爱家族 爱邻里相当 爱社会 爱国家 爱全人类 发扬光大 那么你就想 中国五千年来 叫什么 爱的教育 我们能一眼观察 全世界 四大古文明 那三个都没有了 只剩下中国 为什么 中国人沉传爱的教育 爱永远不衰 永不褪色 万古长存 那现在我们把老祖宗 东西丢掉了 去学外国人 那就错了 那我们的文化 真的 就产生危机了 会不会在这一代 毁灭掉 如果在这一代毁灭 我们这一代人 对不起祖宗 那就是民族的罪人 中国 我们有理由相信 真的是个大家族 汉族 我们看到这个 从前古老的 不加信 四百多个信师 我常常说 这四百多个信师 是一家人 一个祖宗 一个祖宗 传下来 这个祖宗 就是 福西 神龙 神龙 皇帝 他们是一家人 最早的是福西 神龙是福西的后裔 皇帝是神龙的后裔 那个时候没有文字 没有记载 在传说 我们有理由相信 皇帝是那个时候 发明了文字 那有文字记载 记载 一直到现在 代代相传 我们在家谱里面就看到 姚舜女汤 文武周公 无论 你的老祖宗是哪一个 再往上面追 一个 一家人 一个老祖宗的后代 所以 不能不相亲相爱 如果我们互相排斥 你就想想 老祖宗 心里都难过 一个祖宗 生的这些后代 到以后彼此不和 天天吵闹 祖宗的心 能安吗 愿意看到这个样子吗 这是 人同此心 心同此心 佛法 不理世界法了 佛教到我们 舍山也到 佛教到我们 三规五界 我们为佛弟子 如果这些都不能遵守 这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真学福 那就得真干 我们要学弟子规吗 要是 为什么 弟子规里面所讲的 是孝亲尊寺 那佛教到我们 头一句话 孝养父母 奉寺寺长 我们怎么去落实 弟子规矩就是落实 弟子规矩就是教到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 怎样去孝顺奉 那怎样去奉寺寺寺长 是一 不是二 太上感应天 因果教 叫我们什么 叫我们去疾必修 灾难是凶灾 我们怎样能够 避过这些灾难 当然最好能化解这个灾难 有没有办法化解 有 什么方法 佛教给我 一切法从心想身 又告诉我 外面环境 静随心转 你想不相信 现在人很多不相信的话 说什么 不过科学 现在人相信科学 那么科学家又告诉我们 现在科学的发展 如果还继续不断 如果还继续不断 继续发展下去 大概五十年后 科学会把地球毁灭 那句话不是我们说的 科学家说的 从前 方农梅先生告诉我 科学是中性的 没有什么善物 看什么人用 善人用 那可我们再带来很多病 如果不善的人用 他就会带来灾难 他是个工具 要看什么人用 那我们现在东方人 把古圣先贤的东西 抛弃 西方人 把宗教教育 也放弃 完全走向功利 这个不得了 人生到这个世界来 好像唯一的目的就是自立 自立 可以伤害他人 这还得了吗 最大的伤害 就是发动这样子 这样子 遛夺 这个事情是真麻烦的 所以 台中联社 李炳南老居士 往生 往生的前一天 告诉身边的同学 世界乱了 祝福菩萨 神仙下凡都救不了 告诉我的同学 现在只有一条路 一条深路 念佛求生净土 除这条路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李老师 李老师最后的意义 这句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除了自度之外 要有慈悲心 帮助 有缘人 什么叫有缘人 他能信 他能理解 他能依教风险 灾难来了 不怕 我有好地方去 灾难来了的时候 也能往生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 断我修善 念佛 比什么都重要 帮助别人化解 那一句佛号功德 不可思议 乾隆时候 慈云 灌灵法师 告诉我们 他这个话 写在 关锦直指 这个注解 是他做的 我讲这个 观无量寿金 参考他的注解 他说 极重的罪业 那一切佛的精法 灿法 都消不了的罪业 到最后 还有一样 可以化解 这一样什么呢 就是阿弥陀佛 六字后面 南无阿弥陀佛 能帮助你化解 这个话 他不是随便说的 以后我们经论都多了 我们知道古代的那些高僧大德 他们为我们 他们为我们解释明白 随唐时代 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 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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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出家在家学会的 开悟的 正果的 比比皆是 这些大德 在我们心目当中 我想那都是 祝福菩萨 晨月 再来的 那不是凡人 他们要为了 要教导 后世的 这些众生 所以他们 在一起 研究讨论 释迦牟尼佛 一审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所说的这些经典里面 哪一部经 最具代表性 哪一部经 低 这些大德们 都肯定 华严经 低 所以 尊华严经 叫根本法 其他一切经 华严 卷书 华严 知业 好像一口大书 华严是根 是本 其他一切经 教 都是知之业业 我们 相信 年方 都没 先生 交给我的时候 也特别介绍 华严 他是个哲学家 他给我介绍 这一部经 是佛经 该论 就是佛经 哲学 该论 他用这个名词 把华严经 介绍给我 而且特别 说明 这经 变得好 有 圆满的理论 有精密的方法 后面还带表演 全世界 这些书里头 找不到第二种 后来有 五十三餐 三餐五十三餐 表演 演出来 给我们看 这是佛经 哲学的特色 代表演 那么他们 这些大德们 再追究 这华严经 第一 像华严 你们再走 华严到最后 怎么圆满的呢 文书 不信 带领着 华藏世界 四十一位 发生大事 求生 极乐世界 这个可 了不得了 华严最后圆满 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这就找出来 这讲西方极乐世界 是哪一步行 五两二手机 哦 华严到最后 归五两手 五两手机 这个太明显了 我们都看到了 真的 一点都不强 你看 善财 同志 五十三餐 第一餐的 这个善知识 是得云比丘 得云比丘 修什么法门呢 修 波诸 三位 专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你看看 头一个 头一个 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讲 先入为主 这表发的 这表发的嘛 第一个重要 最后一位 第五十三 普贤 菩萨 设大愿望 道贵极乐 你看看 五十三 一头一围 念佛往上 确定了 华言到最后 是归无量寿 这无量寿 已经变成第一了 那我们现在用的 这个本子 下年居 老居士的 会结本 会得好 这个本子里面 分四十八瓶 那这个金 既然是第一金 四十八瓶 哪一瓶 算第一 这个也不要我们操心 古大德早就说了 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 是阿弥陀佛说的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转说的 真的是 数而不足 四十八月 第一 四十八月 里的四十八条 哪一月是第一 再找啊 这也是 祖师大德们 公认的 第十八月 十八月是什么 灵敏宗师 顺念必生 这个意思是什么 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 第一 这样我们才知道 为什么这一句六字红颖 什么业章 业章最重的 一切金教都消不了的 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消 我们从这个地方 明白了 身心不已 这一句阿弥陀佛 代表全部的大三千 摄方三世 一切祝福如来 所说的一切金 不会超过这个佛号 所以这佛号展开 你看 归拿起来就是一句佛号 展开来 就是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展开来 是无量寿金 无量寿金展开来 是华严金 华严金展开 是一切金 这才搞清楚啊 灌顶发思 说这个话 有依据的 不是随便说的 绝不是说 哦 净土人自己夸 夸自己 不是这么意思 这是当时 各个宗派那些 开山的祖师 大家共同肯定 为什么这句佛号 有这么大的威力 你要不知道 你不相信 那么这 你看 这些祖师大德 在随堂时候 给我们做的表演 不就是知道 现在佛法 是威 很多人不相信 你出家了 对这个还怀疑 这个不能不知道 那我们在今天 这么大灾难的时候 我们就想着 这句佛号关用 那么尤其是 大灾难来的时候 不仅是我们人道里头 有麻烦 鬼神里头也有麻烦 我对于这桩事情 相信 是我初学佛的时候 诸金咒老去死 告诉我 真事情不是假 在民国 还不能讲民国族 清朝末年 诸老去死 十几岁的时候 大概是 十五六岁 至少 十五六岁 或者是 十七八岁 在这个年龄上 他是 浙江温州人 那么那个时候 他对这些鬼神 也不太相信 可是他真看到 这个事情 他看到事情很多 我们初修佛的时候 这个老居士 他大我三十九岁 也是祖父辈的 把我当作小朋友 常常讲这些故事给我听 通通是他亲身经历 他们家乡 有一个举人 中举之后 一般都是去做官去 做这个现实场 做官去 这个举人 他是个独生子 狠孝生父 中举之后 没有做官 在家里面 伺候父 半根半毒 住农村里面 他住的村庄 跟住老去的村庄不远 两三里路不远 他说 这位举人 中午睡午觉 做了个梦 这个梦非常逼真 他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那么他就起来 实际上做梦 开门 见到一个人 牵了一匹马 手上拿了一封信 信上写的是他的名字 一问是不是 你是不是 他说我是 他说我们 大将军 请你娶他 他马上就解决到了 他说我一生 跟官场里头人 没有往来 他说我不认识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送错了 同名同姓的人 送错了 这个 这个来的人 既然名字相同 你就去一趟好了 就请他上马 他骑上马之后 感觉到这个马 不是在地上跑 是在空中飞行 不久呢 到了一个地方 是一个宫殿 很多人 在那里交头接耳谈论 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他就向人打听 这个大将军是谁 人家告诉他 是又飞 他一听说又飞 哎呀他就吓到了 他说那我不就死了吗 又飞是宋朝时候人啊 他说那不行啊 我家里还有老父老母 妻子还年轻 还有小儿子 这怎么行啊 所以这个决定不行了 等于飞的时候 祭苦将军申电了 又飞申电 然后召见他 他就诉苦 他说不行 我没办法 这个这个 替你办事 又飞就告诉他 他说我们这次在讨论了 是来 这个这个 打这个金兵 那战争还没忘掉 要这个讨伐 金兵 他告诉他 他说请他来 担任了秘书的工作 请他来 他说 可是呢 你现在可以回去 我们出兵呢 大概在六个月之后 到时候 我再派人来去 接你 你回家了 去处理后死 他一想呢 他对岳飞也挺羡慕的 反正人都要死 死了之后 能跟岳飞 做一个干部 也觉得很光荣的 所以他就同意了 见到岳飞就同意了 回来之后 他一醒过来 还是那个 那个借他的这个人 送他回来 回来之后 他就醒过来 很惊讶 就把他梦中的事情 告诉他的父母 他说做梦啊 怎么可以当真 这个梦不一样啊 太逼真了 不一样 所以还是要做准备 在半年当中 把这个家私都安排好了 那么到了 预约的这一天 日子到了 他通知他的亲戚朋友 对大家慈悉 他要走了 他要死了 有没有生病 好好地 年纪轻轻 朱老先生 那个时候他很年轻 听到有这么一回事情 他就看热闹 好在很近 也都是同乡 也就参加 亲眼就看 看到的时候 他白了去 宴席 亲戚朋友很多 吃完饭之后 他告诉大家 时间差不多到了 那么他自己卧房 就躺在床上 没多久 他就告诉 他的父亲 他说 借我的人 在门外 我已经看到了 他父亲 很不高兴 在发脾气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决定不能让他去 最后 他儿子说了 劝他爸爸 人生 都要有死 死了以后 追随民族英雄 越飞 这是个好事情 我们怎么斗 也斗不了 没办法跟鬼神斗 还是让我去吧 他父亲 现在就 好吧 这一生好吧 他就断气了 我真就走 这朱老告诉我 他轻眼看到你 再过了半年 就是 辛亥革命 武昌奇异 给这个时间 恰好是半年 满清 宣布退位了 所以朱老 就是一想的时候 人间还没有动啊 鬼已经先动了 你看 越飞率领着军队的时候 已经跟那个 这个 这个 南清政府 他们那些祖宗轨道打仗了 那 大概一把他 已经把他们赶走了 就 清朝宣布了 这个事情 是他亲眼看到的 那 看到这些事情 很多啊 不是一回事情啊 他说 还是不相信 他说 他怎么样相信 一直到他 抗战期间 他在四川 西康 宁安省的 税务局局长 他是学财金 那个时候 做官 也很苦 跟平民一样 没有车子 晚上 跟朋友们 打牌 打到半夜 才散场 回去 我就走路 那个时候 虽然有路灯 路灯不亮 光度很小 大概都是四十只光 小灯泡 那么走回去 大概也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 半夜 应该是一两点钟的时候 他回去的时候 前面有个人 也不在意 反正前面有个人 走了很久 应该是他走了差不多将近半个小时 他忽然感到不对劲 这前面是个女的 一个女人 这么半夜 怎么能够一个人 在外面走路 他一想的时候 寒冒之数 那么这仔细一看 说这个女人有上神 没有下神 他就想到碰到鬼 这一惊 这个人就没有了 不见了 他就轻眼看到 他说我从这个时候 我才相信真有鬼 那被他看到 然后以后学佛了 他说那个鬼可能是观世音菩萨 变出来的 引诱他学佛 他要不倾鉴 他不相信 连他的老岳父 这个是 他的岳父 张太炎先生 也是民国初年的大佛 学术界很有名的 他曾经做东洋大帝的判官 做了一个多月 晚上就到东洋大帝上班去了 白天又回来了 那么把这个阴朝地府的事情 常常讲给他们听 他听了半信半疑 在重庆 轻眼看到这种事情 他完全相信 所以我那时学佛的时候 常常跟他在一起 他常常讲这些故事 讲得很多 真有不是假的 我们世间有动乱 归于神仙 你看辛亥这个事情 就很清楚 可见的这个岳飞 岳飞还叫轨道 为什么呢 那个嗔恨心很重 报仇 血耻的心很重 所以他还没有能离开轨道 学佛之后才明白这些道理 念念还是驱除精兵 那个时候精兵就是满前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才意识到灾难 这个超度佛寺重要 现在我们静宗提倡超度佛寺 通通用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是中风禅思 他老人家变的 变得好 一面的开始 确确确实是命养良力 他是用念佛的方法了 最三十七年 从我们静宗提倡以来 现在在全世界流行 我们在灵界里要带一点信息 就是鬼神特别喜欢 特别是在有这种大灾难 全球性的灾难 我们也在全球提倡 从静宗学会开始 如果人手不足 没有这么多悄发器 我们怎么办 公公进进的 将三十七年 这个本字 公公进进 念一遍 回向 给这些 灾难 死亡的 重力 这样就好 如果有时间 他们一段 三十 里面都有念佛号 念佛号 那一部分 我们念108神 就是这个念珠一串 这样就好 时间要多 我们念三串 念七串 都好 最少呢 我们都念108神 念完之后 做回向 照着这个 这个本字 去念 这个 中风禅寺 三十七年 的本 那么或者 对佛法有修显 对仪归很熟的 一个人 带着我们 一起 当然 最好的 是 照着这个 仪归 我们认真 来做这一堂 佛事 我也曾经遇到 有人跟我说 灾难太严重 灾难的时间太长 我原先 有意思 做这个 护过去 再发挥 四十九天 每一天 一堂 三十七年 上午 送无良寿 下午 做三十七年 可是有人告诉我 他说四十九天 我够我 我说为什么 灾难时期太长 灾难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至少三年 那怎么办 你能不能做一百个旗 一百个旗就是 七百天 整整两年 这样会产生效果 那好啊 难得了 所以我们真的就发旗 一百个旗 护过旗再发 我找了 武道法师 我说武道法师 你发个大喜 七百天 你做主法 一天不能离开 现在这个法会 还没做完 他是在山东 庆云 海岛金山寺 做这个法会 一年多了 台湾 我想台湾 这一次 武道法 这个武行法师回来 我跟他商量商量 看他能不能发这个大喜 在台湾 做八旗发会 七百天 这个发会 上午 送武亮手节 中午上贡 下午就是 三十七 七百天 消灾 灭难 每个地方 我们大家都做 我们同修自己在家里 如果没有这个法会 在家里 拿着这个本子念诵 也一样 要真足 自读 自立立他 我们今天学了 望静还原观 对于感应这些事情 完全明了 完全同大 古来这些大德 这些善知识 告诉我们 都是真的 没有欺骗我们 我们用真诚的心 用清净心 用平等心 用慈悲心 认真去做 希望大灾难能化小 小灾难能够化解 所以我们确确实实 能体会得到 今天你们所说的 这些理论 四十定项 纵然灾难进行 不愿听 不由人 我们的老祖宗 常常告诉我们 行有不得 返求不及 灾难怎么来的 业力感到的 谁的业力 当然供业 供业力 有我一分 我在这个灾区 我就有这一分 我如果没有 这一分的话 肯定不在这个灾区 这个灾难的时候 你不在于 你离开了 那是你没有 如果你有这个供业的话 逃到哪里都逃不掉 这也是真的 应于所谓 一银一珠 莫非千顶 不用害怕 要懂得怎样 准 把这个业 准过来 把这个不善的业 画起 就是 断无修善 急功累得 必须什么都重要 用什么方法 经教里面所说的 我们理解 我们依教奉行 就对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去学习到这里 嗯 嗯 嗯